西有琉璃瓦,今有身边人,欢迎收听琉璃故事会 带儿子回国的那天,谢家太子爷订婚的消息传出 订婚对象是北城的安家大小姐安和 有八卦提及四年前,谢家太子爷发疯找人的事情很快就被隐匿掉 谁不知谢家太子爷四年前,为了找个女人把整个北城都掘第三尺了 这个安家大小姐还真是不计较自己老公,有个白月光前任呀 真搞不懂这些豪门想什么,闺蜜正在浏览八卦,看得津津有味 你怎么知道,四年前她找的是白月光,而不是仇家呢 我不屑一顾道,收拾这衣架上的衣服,一会儿闺蜜还要穿着走秀 可不能耽误了,毕竟这场时装秀,关乎着我的工作室能否更上一层楼 闺蜜喝咖啡的动作一顿,愤愤不平道 当时那件事那么轰动,谁不知道太子爷是在找一个女人 不过,男人都是善变的,也许过了这几年 她已经放下白月光,真的爱上这个安家大小姐呢 我拿衣服的动作一顿,轻轻叹了口气,也许吧 毕竟当初,谢景霄只是养了一个玩物而已 按照谢家如今的地位,自然是不用牺牲太子爷的幸福去联姻 一个曾经对婚姻那般抵触的人,如今能够订婚,一定是真爱了吧 不提别人啊,那些有钱人的事情,我们八卦一下就好 闺蜜扔掉手中的咖啡,扫了一眼衣架上的衣服,表示十分满意 还是你的衣服最适合我,可惜你之前总不愿意回国 怎么这一次愿意回来了,当然是要给吞金兽赚学费啊 你不知道小孩子开始上学,花费就如流水吗 我胡周了几句,并没有多解释 这些年,我像一只鸵鸟一直躲在国外,做独立设计师 要不是因为有闺蜜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将自己的品牌做起来 那就找宝宝的爸爸报销,他不能光播种不施肥啊 对于宝宝,他也有抚养义务的,闺蜜愤愤不平地说 我苦涩一笑,没有接话 闺蜜不知道,那个播种的人,刚刚还在被他八卦 原本这一次到北城,是因为闺蜜参加的这场走秀 在业内知名度很高,而且到场的还会有很多知名的设计师 对于我的服装工作室来说,是一个打响品牌的好机会 只是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观众席看到谢锦霄 那个传说中的谢家太子爷 无比登队的两人坐在C位 安和饶有兴趣地看着秀场上的模特,偶尔低头侧脸 跟一旁的男人耳语 不愧是刚刚官宣订婚的新人,轻易得很 我压低了头上的渔夫帽,大概能够遮住自己的半张脸 闺蜜是压轴出厂 她身上那套礼服名为春,寓意新生 通体的图案随着行走的步伐 在不同角度下,变换着不同色彩 所有植物在灯光下 活灵活现,哪怕只是一个细小的花瓣 都是纯手工一针一线缝制而成 这种技艺是请了有名的苏秀大师 根据闺蜜的形体设计制作而成 闺蜜一出厂,我就听到观众席传来惊叹声 观众的反应是最真实的 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认可 只是我没有想到,安和作为这一次大秀的特约嘉宾 会在结束前打断主持人 并且专门提及闺蜜 我可以问问,你的设计师有到现场吗? 闺蜜受宠若惊,愣了一会儿 难掩脸上的激动之色 当我看着闺蜜的目光 在寻找躲在一边的我时 我又一次将自己的冒烟压低 闺蜜念出我名字的同时 观众席有一道如同利刃的眼神 直接刀向我 完了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瞬间倒流 那种濒临死亡的窒息感 让我挪不动半点 谢景霄坐在那里 食指交叉搭在腿部 一身黑色西装,剪裁得体 整个人冷峻又强势 工作人员试图将我拉上台的时候 我撒腿跑了 在金圈 谁人不知道谢家太子爷的手段 而我大概是唯一一个戏耍过他的人 如今的我 都佩服自己当初是怎么有勇气 招惹上这样的人物 要不是我成功跑掉四年 我可能已经尸骨无存 七年前 还在上学的我 用二十万的价格 将自己卖给了谢景霄 和谢景霄出见的那天 我拿着脚费担在医院不知所措 却看到了当时医院门口 正在举行捐赠一事 谢景霄给医院捐了一栋楼 我当着众人的面 跪在他面前 求求你 救救我外婆 您是好人 我以后一定会感谢你的 我看着对方吃笑出声 嘲笑着我的不自量力 他的保镖将我丢开 当天晚上 我联系了之前介绍我兼职的学姐 跟着学姐一起到了某高档会所 却不想 又一次遇到了谢景霄 那天晚上在场的都是 京圈有名的玩咖 看我青涩的样子 欢笑声一片 我壮着胆子 第二次跪到谢景霄面前 他见过我最屈辱的时刻 但是我赌赢了 他将我带回家 养在远郊的别墅里 三年的时间里 谢景霄在外是 金贵高冷的金圈大佬 在我面前也是清冷寡言 情绪起伏仅限于晚上 其实谢景霄对我很好 当初外婆的治疗 还有后来的葬礼 都是他一手帮忙操办的 他到国外出差的时候 会给我带昂贵的颜料和画笔 在别墅里的日子 我画了一张又一张他的人像画 打发着无聊的时光 他有时候心血来潮 也会带着自己心爱的宠物出门 给我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包包 将那些他认为的女人喜欢的东西 统统打包回家 我有轻微的哮喘 闻不得烟味 开始他会不悦地说我娇气 却还是偷偷戒了烟 我出现的地方 他的朋友也都被下了禁烟令 就是这些让我常常有一种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金钱交易的错觉 他对我很大方 也给足我自由 当我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 甚至兴奋地跑到他出差的城市 想要第一时间跟他分享这个喜悦 我知道分寸 你就放心吧 谢家的孩子 不会让没名没分的人生的 他背对着我 手里拿着手机 不知跟谁在通话 说出这么一句 让我掉入冰窟的话 我捏着韵简单 呆呆地站在他身后 大脑空白了几秒 我立即回过神来 转身逃开 保镖疑惑地看着我 像小姐 您怎么出来了 是谢总不在吗 他在忙 我觉得现在打扰他不太好 我们回去吧 我求保镖不要告诉谢锦销我来过 是我自己痴心妄想了 他怎么会让一个玩物 生下他们谢家的孩子呢 三年的相处 我竟然奢望他的心里会有我 我还妄想生下他的孩子 是我忘记了这三年 他关于避孕这件事多么注意 而我肚子里的孩子 不过也是一次意外 两个月前 他参加一个酒会 却被有心人算计 被下药 保镖将我带到酒店的时候 他整个人一时都不太清醒了 他不停叫着我的名字 恨不得将我揉进骨血里 第二天 他因为弄伤我 愧疚了很久 正是他眼里的心疼 让我以为 他的心中有我 我轻抚着小父 这里已经孕育着一个 属于我和谢锦霄的孩子 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只是谢锦霄不要他 我舍不得这个孩子 外婆走了以后 我成了一个人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带着孩子离开这里 我顾不得我们之前的契约 开始计划 怎么离开谢锦霄 有句话叫做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 同里人也一样 于是我铤而走险 联系了谢锦霄的青梅竹马 也就是整个京城 最想要嫁给谢锦霄的女人 安和 我在谢锦霄身边这些年 安和恨我入骨 将我视为眼中钉 要想联系上他并不难 你居然敢来找我 要不是谢锦霄护着你 我早就将你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大谢八块了 我信 但是我需要你帮忙 安和并不相信我 我凭什么要帮你 我想离开谢锦霄 安和吃笑出声 看向我的目光更加鄙夷 毕竟这三年 他们圈子里的人虽然都看不起我 却也都知道谢锦霄对我如何 我跟安和说 我跟谢锦霄只是交易 我厌倦了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 帮我离开谢锦霄 我不会做你们的第三者 你放心 你们才是最般配的 安和在我一声声 夸赞他和谢锦霄的甜言蜜语中 渐渐放下警惕 没有人愿意去得罪谢锦霄 但是安和可以 爱情可以冲回人的理智 也可以让人铤而走险 安和告诉我 在谢老太太生日那天 他会将谢锦霄留住 给我争取时间 他准备好车 直接将我送到码头 那天晚上 我坐轮渡 到了大洋彼岸 一去就是四年 谢锦霄给我的卡 我不敢用 好在安和还算有良心 给了我一笔钱 要求我永远不要再回来 我求之不得 带着他给的钱到了国外 租了房子 重新拿起画笔学习设计 在那些不为人知的日夜里 重新拿起外婆交给我的针线 四年后 我刚刚回国不到24小时 参加闺蜜的走秀 就意外遇到了谢锦霄 当我跑到门口 见到那熟悉的 秀着谢家标志的黑色西装 出现在眼前的时候 浑身的汗毛都树立起来 我双腿抖了抖 想要再躲回去 却又被另外两个保镖挡住去路 向小姐 我们先生有请 我不认识你们 我低着头 甚至不敢去看他们 我们先生是谢家谢锦霄 我不去 向小姐 由不得你 完了 我浑身一凉 听着那熟悉的脚步声 正在一步步靠近 她走到我身边 我下意识后退一步 想要离开 被她先伸手擒住 那有力的大掌 死死扣住我纤细的手腕 只要稍用力 就可以将骨头捏碎 车子在我面前停下 车门打开 谢锦霄将我拽上车 我们并排坐在后座 她那双漆黑的毛子 近距离盯着我 薄唇清起 玩玩 玩够了吗 我捏着拳头 感受着剧烈的心跳 在胸腔翻腾 后背已经被汗侵蚀了一片 谢锦霄轻轻抬手 将我头上的帽子摘去 慢条丝里 为我整理头发 每一个动作都无比轻柔 每一次触碰 都让我浑身站立 那是一种 发自内心的恐惧感 我闭上眼睛 不敢去看她 我安骂自己没出息 都已经过去这么久 还是很怕她 你瘦了 我抖了抖 如临大敌 谢锦霄是个 牙字必报的人 我当初跑了 现在她 怎么会关心我呢 这其中一定有诈 就在我以为 谢锦霄这么心事动众 将我抓上车 是为了 跟我好好算账 又或者是 在将我关起来时 却没想到 她居然把我 送回了酒店 我看着面前的酒店 瞪大了眼睛 一种不祥的预感 袭来 你怎么知道 我住在这里 你猜 猜你个大头鬼 我按骂了一声 同时也庆幸 孩子一落地 就被闺蜜的妈妈 接走了 傲娇如她 要是让谢锦霄知道 我当初是带球跑的 她肯定不会让我 见到明天的太阳 欺骗她的代价 我承受不起 我刚刚进入酒店大堂 就见到浩浩荡荡的 一行人 等候在酒店大堂 恭敬地向我问好 其中领头的人 看起来有点面熟 像小姐你好 我们是来给您做造型的 时间仓促 我们快上楼准备吧 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人架着 换了一身装造 闺蜜在我化妆的间隙 冲了进来 姐妹 我刚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可是狠狠地将你又夸了一遍 现在追过来的记者 实在太多了 我皱眉 看着闺蜜身上 还穿着今天走秀的衣服 只是外面裹了一件披肩 原来是我突然跑掉 会场里许多人 对这件作品的好奇问题 就转移到了闺蜜身上 她的经纪人 更是直接回应 说稍后会专门开一个记者会 让设计师和模特 跟大家正式见面 这就是为什么 要给我进行装造的原因 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我甚至没有时间好好激动 就已经开始面对众多记者 记者 向小姐 您的很多作品 都是融入了中国风元素 并且大量使用了苏绣 是有专门学习过吗 我定了定神回道 我的外婆是一名绣娘 但是我很遗憾 没有学习到她万分之一的记忆 但是我希望 我们国家更多的非遗 能够被世人看见 也希望更多的传统手工艺人 被知晓 记者 向小姐 既然您如此喜欢 中国风的元素 为什么会将工作室 开在国外呢 我愣了愣 双手纠结地扣在一起 深深吸一口气 对着提问的记者回答 我希望中国风 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喜欢 而不是仅限于自己的国家 闺蜜不知何时起 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她的身上还穿着我的作品 这一刻竟然有点小小的骄傲 短短半小时的记者会 却像是过了一个世纪般漫长 我不是公众人物 对于突发的一切 还带着几分不真实 好在这次回国 并没有白费 前期的所有准备 都是为了这一刻 能够达成理想的成效 我的品牌 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所有的一切发生太突然 我都没有时间去细想 这记者会 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安排得如此合理 记得我们的约定 以后谁飞黄腾达 都不能忘了姐妹 闺蜜说完 就将我往前一推 我还未看清身边人的容貌 就已经感觉到 周遭的气压在降低 这该死又熟悉的压迫感 你的事情忙完了 接下来 可以处理我们的事情了吧 该来的总会来的 谢景潇这语气 可不像是要跟我商量 我长叹一口气 将今天的所有 拆了得大概 这一次 谢景潇没有再放我回酒店 而是直接把我带回城郊的别墅 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场景 我有着恍若隔世之感 曾经在这里住了三年 原本以为 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到这里 而如今 这里的一切都维持着原来的样子 却以物是人非 谢总 您是有未婚妻的人了 把我带回家 不太合适吧 这是你家 对哦 当初谢景潇将这栋别墅 作为我的生日礼物 送给了我 我坐在车里 心情依旧忐忑 谢总 我不想让您未来的妻子误会 谢景潇皱着眉头 瞪了我一眼 又无奈一笑 随即伸出手 将我直接拉下车 只有你 我重心不稳 靠在他身上 他的话 我听得不太真切 疑惑地望着他 没有未婚妻 只有你 他耐着性子 又重复了一遍 什么叫做没有未婚妻 他跟安和订婚的消息 都昭告全世界了 总不能告诉我 那是他故意放出来的消息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会回来吗 我心虚地看着斜肩 谢景潇没有给我继续解释 直接带着我往里面走去 谢景潇 你不会让我住这里吧 我还要回酒店呢 酒店不安全 这里什么都有 可是没有我儿子呀 我跟儿子约好了 每天晚上都要视频的 可是谢景潇那不容置疑的眼神 让我后背发凉 谢景潇这人 最讨厌别人反抗他 尤其是我 我现在住这里不合适 我又不是要对你做什么 你慌什么 谢景潇突然的礼貌 倒是让我有些不自在 我宁愿他像以前一样 霸道专制点 而不是现在这样 温柔地看着我 今晚辛苦了 好好休息 我坐在曾经熟悉的房间里 依旧觉得不真切 谢景潇没有再多说什么 也没有做什么 就这么帮我关上房门 走了 还不去洗澡 等着我帮你 过了好一会儿 谢景潇端着杯牛奶进来 见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威胁道 我后背一僵 警惕地看着他 他放下杯子 嘴角勾起一抹完胃的笑意 赶紧洗漱 休息吧 我还要开会 不用等我 他是在跟我交代 我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强烈地痛感告诉我 这不是幻觉 但是谢景潇很有可能被夺赦了 他什么时候这么贴心过 我实在不习惯他这样 睁眼盯着天花板 明明这里的环境很熟悉 却给不了我一点安全感 以至于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 被吓到弹起 看着来电提醒 我不放心地跑去卫生间 忐忑不安接起电话 妈妈 你怎么还不回来 你是不是去找爸爸了 妈妈有工作忙 明天我让干妈带你去玩好不好 那你呢 宝贝 听话 我答应你 回去以后一定好好陪你 向晚 我话音未落 卫生间的门就被人重力拍打 谢景潇的声音 吓得我赶紧挂了电话 快速删除通话记录 向晚 再不开门我 谢景潇原本要拍门的那一巴掌 差点打到我身上 我后怕急了 谢总不是在开会吗 算了 懒得装了 还未反应过来 我就已经被他压到墙上 那充满压迫与抱负的吻 火急火燎的落下 他眼里的惊涛骇浪 似有万般怒火在汹涌 就在我喘不过来气的时候 那凌乱的呼吸 渐渐平稳下来 带着几分不确定的试探 似有似无 轻轻地吻着我 我不敢确信 此时谢景潇给我的感觉 我睁着眼眸 竟然在他的眼中 看出了受伤与委屈 这一刻 心脏的位置 轻轻颤了一下 我没有忍住 下意识抓紧他的胳膊 你刚刚在叫 哪个眼男人宝贝 谢景潇声音里的愤怒 让人害怕 一双眼眸里 气恼又委屈 眼尾微红 望着我的时候 目光湿漉漉的 我承认这一刻我心软了 可是他有什么资格质问我呢 他自己不也是跟安和暧昧 还一起去看秀 我点起脚尖 我的稳落在他的锁骨上 那一瞬间 原本搭在我腰上的手臂 力道猛地收紧 耳边是他沉重的呼吸 我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 稍用力 咬了下去 这一刻 我承认我是带着几分 报复他的意思 我用漂亮的眼眸 带着笑意看着他 谢景潇 你自己好好想想 这个印子 要怎么跟你未婚妻交代吧 他眉头明显皱起 面色冷下去 还要我怎么解释 都说了 我跟安和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那是什么关系 我知道自己这个角度 看他的时候 最容易让他想起 我们曾经在一起的场景 刚刚我的电话 也不知道被他听去多少 居然能够让他吃醋 吃醋也好 总不能暴露儿子的存在吧 但是我转移话题的意图 已经被他识破 你先交代 刚才是在跟哪个男人打电话 我跟他 可不是你说的那种关系 我学着他的语调说话 他用力掐着我的腰 将我整个人往上一提 压抑着情绪 紧紧抿唇 跟我对视着 要是让我知道 你敢有别的男人 我一定弄死他 我清楚看着他 因为生气 胸膛用力地起伏着 他这生气的模样 让我更加看不懂了 毕竟当初 我们之间只是一场交易 要是让他知道 自己想弄死的是他亲生儿子 一定很精彩 可惜了 这辈子 我都不会让谢景肖知道 小宝的存在 这一夜 注定是难眠的 窗外的夜色很宁静 在这郊外 可以清楚地 看到月亮的皎洁 当初我就很喜欢这个房子 尤其是主卧这里 有一面大大的落地窗 只是 如今已经物是人非 我在没有当初那样 坦然的心情 可以心安理得住在这里 我还有个瞒着谢景肖的儿子 要照顾 明天必须要想想 要怎么跟谢景肖谈谈 我正思绪混乱到时候 忽然身侧的位置凹陷下去 谢景肖凑了过来 周身带着刚刚沐浴过后的潮湿与香味 在想什么 我瞬间警铃大作 想要往后躲 他却先一步预判了我的动作 将我捞到怀里 像是曾经无数的夜里 我躺在他怀里那样 我闭上眼睛 呼吸里都透露着紧张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睡吧 我不动你 说完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 怎么 有点失望 我听着他嬉笑 自尊心受挫 睡觉不要说话 警告他后 我脸颊更烫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刚刚回国 就会跟谢景肖躺在一张床上睡觉 我原本还想要挣扎一下 但是谢景肖非说他失眠 我却一夜未眠 而失眠的人 很快就进入梦乡 早上趁着谢景肖还没有睡醒 我赶紧马里起床 到了门口 见到守着的保镖 脚步一顿 心中暗骂谢景肖变态 向小姐 是要出门吗 是给您安排车 还是安排司机 好像骂早了 谢景肖居然没有让他们拦着我 我要了辆车 马里开到酒店 换了衣服以后 偷偷从后门逃跑 毕竟以我对谢景肖的了解 他很有可能派人跟踪我 然而 我还是低估了他 等我转了好几趟地铁 到闺蜜家的时候 就在门口 见到我此时最不想见到的人 谢景肖站在小区门口 就在这时 一个小足球 砸到他的脚边 弄脏了他那一看就很贵的裤子 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 一个熟悉的小身影 朝着谢景肖跑来 看着一大衣小童衣母子里 刻出来的脸 我躲起来紧张地看着他们 叔叔对不起 可以把我的球给我吗 谢景肖打亮着眼前的孩子 小宝抱着他的膝盖撒娇 我真的是不小心的 对不起 你不要让我赔钱呀 叔叔 我没有爸爸 妈妈一个人挣钱很辛苦的 我们家没有钱赔 谢景肖蹲下身子 将自己的大腿从小宝的手中解救出来 一大一小 四目相对间 有瞬间的愣神 叔叔 你长得真好看 我不要求了 你可以当我爸爸吗 我几乎就要冲出去 这个小屁孩 认爸爸 怎么可以这么随便 就在我担心谢景肖会生气的时候 他却认真打亮起孩子的脸 思索着看了眼小区里面的环境 爸爸 我妈妈也很漂亮 追我老妈的人都排到法国巴黎了 你认我做儿子 我让你插队排第一 这个子算是白痒了 还在机里呱啦说不停 那你回家 跟你妈妈商量一下 她要是同意的话 就让她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呀好呀 她一定会很高兴 我找了个帅爸爸的 我现在很不高兴 就在这时候 闺蜜的妈妈终于跟过来 将小宝带走 看着小宝远去的身影 我那颗悬着的心 才得以喘息 爷 人没有找到 我躲在草丛里 听着谢景霄手下的人 汇报的内容 怎么有点像是在说我 那就抓她闺蜜来问问 人藏去哪里了 听着谢景霄的命令 我呼吸一致 赶紧跳出来 我在这儿 我们之间的事情 绝对不可以连累闺蜜 谢景霄这个人心狠手辣 她手下的人没轻重 万一闺蜜被我连累了 我怎么对得起她妈妈 晚晚 下次出门 记得带手机 别让我找不到 谢景霄没有想象中愤怒 她平静的目光 让我觉得她就是故意那么说 刺激我出来 这只老狐狸 我不情不愿接过手机 视线中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小身影 妈妈 原本已经走掉的儿子 看到我的时候 撒欢朝我冲过来 一时间 我僵硬在原地 要知道 对于我来说 这样的情况 我恨不得马上找到地方钻进去 我立马将孩子护在怀里 这一刻 我的内心是恐惧的 我清晰地记得 当初谢景霄是多么不愿意让我这种没名没分的人生孩子 妈妈 我没办法呼吸了 小宝将我推开了些 目光看向谢景霄时 带着兴奋 妈妈 我刚刚找到一个爸爸 你看看 是不是很帅 我几乎不敢抬头去看谢景霄现在的表情 帅爸爸 这就是我妈妈 是不是很漂亮 我都说了 你不会亏本的 我扯了扯小宝的手 想让他闭嘴 但是三岁的孩子 怎么会懂得大人之间的恩怨呢 我说这个孩子是我捡来的 你信吗 谢景霄一手将我拉起来 一手抱起小宝 一脸慈爱地打量的孩子 就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 他才说 信 我不在这几年 谢景霄的脑子坏掉了 他抱着孩子 朝着车里走去 我跟着他 其实孩子就是你昨晚才骂过的那个野男人的 我跟孩子的爸爸感情很好 嗯 我知道 知道什么 为什么看谢景霄的样子 还挺高兴 谢景霄抱着孩子 刚刚坐到后座 保镖就从后备箱 拿了一个儿童玩具 这怎么看都像是有备而来 谢景霄 孩子是我跟别人生的 你放我们走吧 要是让人看到 你跟我们孤儿寡母有瓜葛 别人怎么看你 我算贴心了吧 我跟小宝已经达成交易 现在我是孩子的爸爸 你是孩子的妈妈 其他的人都不重要 是不是儿子 是的 爸爸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变形金刚 你的一切爸爸都知道 这不过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怎么就开始上演 父慈子笑的画面了 我看着小宝跟谢景霄亲密的样子 觉得很委屈 明明是我怀胎十月 拼死生下的孩子 怎么跟谢景霄这么亲 难道这就是血缘 无论我说什么 谢景霄都无所谓 只是专注地跟着小宝互动 他们父子两一路的欢声笑语 我无心参与 车子一路行驶 到了一处景区 我看着眼前古香古色的院落 莫名有种熟悉感 小时候 我跟着外婆住在乡下 那里的房子就是这副模样 谢景霄抱着小宝 牵着我往里走 这两天订单多了很多呢 大家抓紧点 但是也马虎不得 咱们靠手艺吃饭的 一定不能忘了本 这几天 景区的人流量也开始多了 还有不少学服装设计的学生 专门来找我们学习呢 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 我们也算是没有丢 绣房里 坐着十几个绣娘 他们已经不年轻 但是手上的针线 却无比灵活 在这静谧天地 以真为笔 现做丹青 用妙手 绣成一方世界 他们说话的口音 跟外婆一样 是我熟悉的语调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喧闹的声音 是一帮年轻人走了进来 这就是苏绣呀 这比在视频上看到的还要漂亮 好神奇 一块不上面 两面是完全不同的内容 这绣工 好细腻呀 听着众人的夸赞 我的眼眶竟有些发烫 那边有个展厅 我带你去看看 谢锦霄将手搭在我的肩膀 带着我继续往里走 展厅里那些栩栩如生的作品 被放在展示柜里 再也不是被尘封在无人问津的角落 这里 你的工作室也搬过来的 要去看看吗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太真实 外婆生前的遗憾 就是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欣赏苏绣 怕这一门非议记忆 会在时光里被人慢慢遗忘 而如今 谢锦霄专门建了一个景区 给这些手艺人谋生的机会 也给了苏绣更多机会 因为那场时装秀 我的作品得到关注 苏绣又一次被人提及 只不过除了夸赞作品与非议之外 还有一些不太友好的声音 将热度发酵到新的高度 有人注意到 绣员是谢家投资打造的吗 谁还记得四年前 谢家太子爷翻遍全程找人吗 听说这一次用苏绣 在大秀上活起来的那个设计师 就是太子爷要找的人 不是说那个女人是被包养的 然后卷钱跑了吗 听说是偷走了什么机密 可是当初有人派到太子爷 在路边找人的时候 哭了呢 我看了眼正在和小宝搭积木的谢锦霄 给闺蜜发消息 你发声明说 跟我就是一次合作的关系 别让舆论影响到你 闺蜜很快就回复 说的什么傻话 我们荣辱与共 而且这件事 你要相信谢总会处理好的 闺蜜的消息刚刚发过来 微博就弹出了谢氏集团的声明 她坚守本心 不忘初心 我唯有真心相待 才配得上与她携手余生 我们曾因为误会分离 目前我正在求和 我这人护短 请各位慎言 谢锦霄 富途是我四年前在院子里画画的照片 很明显是被谢锦霄偷拍的 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现在的心情 原来她心里有我 在四年前 那么安和呢 谢锦霄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偷偷见了秀员 宣传着苏秀 甚至还知道我的工作室 她这几年 是不是一直都知道我的一切 从秀员回来 谢锦霄就带着我回了谢家老宅 如果我没有记错 今天是谢家老太太的生辰宴 四年前我逃走的日子 我坐在车里 死活不肯下车 谢锦霄 我来这里不合适 尽管她发了声明 让我知晓她如今的心意 可毕竟当初 我们是那样的关系 合适 谢锦霄没有等我再拒绝 直接将我从车里 一把抱下下车 随即还亲自 给我整理好裙子 当她牵着我出现的时候 我裙摆下的双腿都在抖 那些八卦的目光 几乎要将我吞没 我目光所及 正好和谢家老太对上 我愣了愣 顿住步子 就我这身份 还不知道会不会被 泼红酒山耳光呢 你把我带来这里 你奶奶会不会被你气死 我低声对着谢锦霄说道 目光落在谢老太太身后站着的 欠力身影 那不正是谢锦霄的未婚妻安和吗 完了 我心更凉了 我可千万不要被挠花脸 回家不好跟小宝解释呀 谢锦霄头一低 我们两张脸靠得太近 我赶紧往边上退了些 可是下一秒 谢锦霄就直接将我的腰揉住 死死地扣在身边 谢锦霄 我还不想死 说好的给我带受礼 怎么没有见到呀 一道端庄温婉的声音传来 谢老太太目光落在我身上 似乎在搜寻什么 我现在笑容的尴尬程度 一定比哭难看 安和的目光也落在我身上 我见她轻易地上前 扶着谢老太太 温柔贴心地说道 奶奶不要急 锦霄答应您的事情 定然是不会忘的 这不是把向晚都带来了吗 我听着安和的话 怎么有点不对劲 她不是应该怂恿谢老太太 把我扔出去吗 所以说 你们订婚的消息 只是作戏 是不是很意外 安和冲我眨了眨眼 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 比起嫁给一个不爱我的人 我更愿意跟她做一笔交易 原来当初 谢锦霄发现我不见以后 翻遍了整个京城 也要将我找出来 安和为了保全安家 用我的行踪和谢锦霄 做了一笔交易 没有办法 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虽然曾经很喜欢她 却不能不顾及家族生意 说起往事 安和还隐隐有些后怕 后来我还是不甘心呀 想着等时间久了 就让她知道我的好 奈何她的心里只有你 你生孩子那年 我差点以为她要出家了 这份爱 我是得不到了 你们俩以后就好好过吧 说到这 安和顿了一下 在看向谢锦霄的时候 眼里已经看不到当初的眷恋 这些年 安和和谢锦霄合作 在两家人面前 饰演一对相敬如宾的恋人 实则安和靠着谢家 将生意越做越大 安和虽然是个女人 却也在谢锦霄的帮助下 成为了家族企业的掌权人 所以 我离开谢锦霄的这四年时间 她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我自以为逃离她的那些日子 不过是活在她为我编织的楚门世界 是我太天真了 低估了金圈太子爷的能力 所以 你知道小宝的存在 本来答应了奶奶 今天让她见曾孙的 但是怕吓到你 先让你缓缓 我已经被吓得不轻了 所以 晚晚 回到我身边吧 小宝需要爸爸 我沉默着 不知道要如何回复 在等待我回应的时间里 她的神情难得忐忑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熟悉的铜声响起 我实在是等不及 想要见见我的小曾孙 孙媳妇 你不要怪我 擅自将孩子接来 小宝抱着我的腿 仰望着我 看样子 对于这一切 已经习惯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国 那场秀 就是为你办的 我在心里 按骂了一句王八蛋 又继续问 所以我闺蜜也是你的眼线 她应该是真的 把你当朋友 晚晚 我只是怕你太孤单 都是借口 难怪我跟闺蜜 会在国外一见如故 原来一切都是 谢锦销安排的 还有 你当初工作室的 第一笔投资 也是我投的 我只是想要帮你 实现梦想 以后你放心 去忙你的事业 我会在家照顾好小宝 难怪这么多年 我的创业之路 一直走得很顺畅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 你觉得是为什么 晚晚 你不知道吗 我看你就是报复我 逃跑了 就让我体会一下 什么叫被人当吼耍的滋味 我内心充满了不安 谢锦销一把扣住我的后脑 将我摁在他的胸前 听着他胸膛里 那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也跟着心跳加速 晚晚 你好好感受一下 我的心感受一下我对你的爱 可是 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晚晚 你不是谁的笼中雀 你可以做自由的你 翻外谢锦销 当我知道 向晚是怀着孩子离开的时候 我是愤怒的 因为他对我的不信任 也是对他的心疼 后来 手下人告诉我 他去找过我 我突然想起那时候我说的混蛋话 知道他一定是恨死我了 谢家长辈接受不了晚晚 谢家注重声誉 告诫我不要让外面的女人有机可乘 谢家长辈认为晚晚接近我是有目的 所以那天那通电话 被他无意间听见了 其实那时候 我是想过 等有了孩子 就给他一个名分 可他先被我堂塞长辈的话气跑了 孩子早产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下了病微通知书 说很有可能一时两命 那一天 我跪在手术室外 求神明保佑他 可以平安 从来不信神佛的我 在这一刻 只要他可以平安 就算是让我折寿来换也可以 好在我的晚晚很坚强 历经磨难 母子平安 只是孩子因为在子宫里憋久了 情况还不稳定 需要在保温室里住上一段时间 我不敢贸然出现 他现在那么虚弱 要是知道 我一直暗中知道他的一切 可能会带着孩子跑 他现在太虚弱了 是万万不能奔波的 我安排好护工和月嫂 照顾他们母子 就去了寺庙 在寺庙一个月的时间 我日日祈祷孩子可以平安 我在手术室门口 就曾按按跟佛祖承诺 只要他平安 我放他自由 只要他不愿意 我就不会再强迫他留在我身边 从寺庙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出院 孩子胖了很多 我看着他一个人一边带孩子 还要一边学习 很心疼 但是我的婉婉很聪明 他的专业并没有完全荒废 我安排了一个机会 让他跟闺蜜认识 有人陪着他 总比他什么事情都一个人看好 我借着他闺蜜的身份 给他的工作室投资 让他可以更好地做自己的事业 包括后来 国内服装大秀的邀请函 也是我设计让他回国的 原本我还担心他不会回国 好在他有事业心 从知道他带着孩子回国的那一刻 我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思念 安和要跟着一起去看热闹 还威胁我 要是不带上他 就将我这些年 暗中保护他们母子的事情 告诉婉婉 在秀场 我和婉婉见面了 但是他跑得很快 我将他带回我们的家 四年的思念 在这一刻达到顶峰 我好像要失信了 希望佛祖可以原谅我 我只是太爱他了 可我还是不知道 要怎么去爱他 我对他温柔 他就战战兢兢 用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又不敢对他凶 生怕再将他吓跑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让他了解我的心意 还好我们之间有个很乖的儿子 没有人知道 我第一次真切看着儿子的那一刻 那种心情 看着小小的孩子 长着一张结合了 我和暖暖容貌特点的孩子 感受着来自血缘的奇妙 这是我和向婉的孩子 是向婉拼了命 为我生下的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